深夜有人在群里发消息 心情不好想杀人 有人想死吗 501的小情侣调侃回复 不想活了 你来吧 几分钟后 小情侣躺在血泼的照片被发出来 还有人报名吗 没人的话我可随机了 我曹 看到照片的一瞬间 我一个鲤鱼打挺 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 照片里502的小情侣浑身是血的 倒在茶几的旁边 两个人穿了情侣装 身边的记寒被我吵醒 你他妈半夜抽 我曹这怎么回事 他指着屏幕的手哆嗦 夜主群就一起吐槽物业的不作为 说着说着有人提议 一起玩这头子的游戏 输了的就在群里发红包 颂哥接二连三的输 输到第五把的时候 就发了一条消息 心情不好想杀人 有人想死吗 颂哥是个工人 品日里总是憨憨的 看着不像是会说这种话的 501的那对 总是穿着情侣衫的小情侣红包 抢得最多 他们以为是颂哥输不起 就故意发云道 不想活了你来吧 你别耸啊 怎么不吱声 不会不敢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谁知道没几分钟 他俩竟然真的死了 我刚说完 手机就发出嗡嗡的震动 群里的消息 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先开口的是302 大哥年纪轻轻的 就成了地中海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我操 你他妈玩真的 403的健身教练 也紧随其后 搞什么呀 大半夜的吓唬谁呢 相比起来102就稳当多了 慢条思理的开口 这照片一看就是屁的 你们仔细看待男的手 都快屁成六个指头了 要输不起就直说 把钱退给你就是了 言语里也全都是 讥讽宋哥输不起 我放大那张照片端向 还真的是六个手指头 季寒将手机抢了过去 沉思片刻 这张图没有屁 而且我记得 好像那男生 就是六根手指 是吗 我刚刚放下的心 再次被揪了起来 季寒是广告公司的 对照片的敏感度很高 他说不是屁的 那大代率就不是了 但因为输了几十块钱就杀人 怎么想都觉得不至于 更何况 宋哥平日里为人和善 老家的妻子 有时候给他带点鸡啊鹅啥的 他都会分给我们吃 我带着胆子在群里 和小情侣 哥们你两家别开玩笑了 这大半夜的 怪吓人的 发出去后 其他几个邻居 也是一直附和着 这时501突然发来了一串语音 我输了口气 我就说嘛 肯定是开玩笑的 语音点开 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 一个用了变声器的声音 在室内回荡 还有人报名吗 没人的话我可随机了 这话一出 我更是紧张的不行 刚才的红包 这人疯了呀 你赶紧把钱退给他 这年头压力大 精神失常的人有的事 我走过去降门反锁 拿出手机在群里 赚了个200人的红包 别说废话了 赶紧报警吧 我年纪轻轻的 可不想死在他手里 季寒N了一声 我一路小跑到厨房 想找个衬手的工具 就在我纠结 拿着剁骨刀 还是水果刀的时候 警局的电话接通了 季寒三言两语的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得到的回复是 这几分钟内 已经接到了三个人的 报警电话了 他们正在往这边赶 听到这里 我重重的松了口气 打开手机 我看到502的业主 重新拉个新裙 里面是502 403 102 我的对面302跟我 我们这个小区 烂围了很多年 设施不完备 来住的也就我们这几户 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关系都还不错 那寻思今晚会出这样的事情 这时502的小李发来消息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唯一一个来这里租房住的 我刚才看到一个男人 拎着刀从501家里 出来下楼去了 刀上全都是血 那男人戴着口罩和帽子 看不清他的脸 我不确定 甚是送哥的业主 这可怎么办啊 我报警也一直盲线 我急忙开口说 自己已经报过警了 警察在来的路上 其他几个邻居 都说自己报警的时候 提示线路繁忙 根本没有打通 奇怪 季寒刚刚刚说 有三个邻居也报警了呀 我下意识地看向季寒 郑玉开口询问 他突然冲我招了下手 我鸟敲地走到门口 与此同时 门外传来了下楼的脚步声 破过猫眼看去 一只瞳孔正死死地 贴在猫眼的位置 我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靠在门上 心跳声在我的耳边放大 冷静过后 我再次大着胆子 从猫眼看过去 宋哥已经走到了 中间电梯的位置 刀尖处的鲜血 滴满了整个楼梯 季寒将手机递给我 是302的业主 给我发的私信 小李 宋哥站在咱俩的门外面呢 下一个不会是咱们两家吧 你说这个怎么办 要不咱们一起出去把他扑倒 咱们三个人 还打不过他一个吗 季寒正要给他回消息 我一把将手机夺了过来 不对 302没有按猫眼 他一直说 猫眼是个很安全的东西 别人要是把猫眼给撬开 就能将铁丝顺进去 把门打开 既然他看不到 又怎么知道 宋哥站在外面呢 而且虽然消息 一直是宋哥发的 但现在外面的那个人 穿着一身黑 戴着帽子跟口罩 根本看不清楚 到底长什么样 最重要的是 只要我们不出去 就是安全的 为什么要主动出去挑衅他呢 我思绪转得不停 外面那个男人 冲我们这边 深深地看了一眼后 直直地冲着 302的方向走了过去 在门口顿了几下后 缓缓打开了302的门 我咬了口唾沫 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刑侦剧里面 看到凶手的时候 主角总是慢半拍 是真他妈的吓人啊 季寒站在我对面 眉头紧皱 走了吗 我摇摇头 他进对面了 进去了 怎么进去的 窍门 怎么没声音啊 季寒一连串 问了我几个问题 不像 看着好像直接打开门 就进去了 哎不对啊 我压低了声音 那人直接开门 就进去了 502的小姑娘也说 看不清楚凶手的样子 你说会不会是 302假扮宋哥杀的人啊 季寒这回也是慌了神 我他妈又不认识他俩 怎么可能知道啊 这时手机响起 是宋哥在群里发的消息 我大着胆子点开 302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 头跟身子几乎全部分开 地中海的头 在灯光下泛着光 再问一遍 有人报名吗 没人的话继续随机了 他甚至拿着302的手机 在我们五个人的群里 发了条挑衅的语音 或者公平点你们投票 谁票数最多 我就先杀谁 声音带着讥笑 我全身冰凉 站在原地 你刚才电话到底打通没啊 怎么警察还没来 季寒也急了眼 打通了呀 我再打一个 太灰气了 来你家借助几天 遇上这样的破事 他当着我的面 再次拨通了电话 对面是个温柔的女生 我噼里啪啦的 将事情再说了一遍 警察姐姐 死俩人了 你们快来啊 对方再三承诺 警察已经在路上了 我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火速重新拉个群 把剩下的几个人 都拉了进来 我刚才看见他进302了 但奇怪的是 不是撞门 不是撬门 而是直接开门进去的 403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 他俩该不会一直合伙了吧 没沟通好 所以宋哥把302给杀了 我再次回复 合伙 为什么合伙 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吗 这是403私聊 我发来了消息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他们三家前几天吵架都动刀了 403给我发来了一大串的消息 我这才知道 宋哥如此反常的原因 他儿子小友今年7岁 转来城里上小学 上了没几天 就遭遇了严重的校园霸凌 那群中产阶级人家的学生 连续一个周 将他儿子堵在学校旁边的小巷子里 让他下跪 逼他舔鞋子上的垃圾 往他身上撒尿 跟他勒索钱 小友出来乍到 不敢告诉家长跟老师 最后受不了跳楼自杀 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就说一直在ICU里面 不知道怎么样 他说完后 我突然想起来 前几天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 曾经看到过这一幕 原来里面被欺负的那个小孩子 是他的儿子 但这 跟小情侣还有302什么关系啊 403继续跟我说着 小友死后 宋哥跟嫂子就一蹶不振 低迷了很久 302许是看他们也很惨 就给宋哥介绍了外地的活 让他出去干 结果一来二去的就有人传 趁着宋哥不在家 嫂子跟302搞上了 那个账号更新的有鼻子有眼的 巧的是501的小情侣 就曾经看到 嫂子从302走出来 宋哥从外地回来后就恼了 拎了刀就去找了501的小情侣 当时都惊动了警察 怪不得今晚玩游戏 501说话这样阴阳怪气 说到最后403 还不忘到我总结 所以很有可能302跟210和起火来 弄死了那对小情侣 最后宋哥气不过还是宰了302 我不在的这几天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没跟我说呢 季寒慢半拍的压了一声 表情有些紧张 我又没出过门 我怎么会知道啊 再说了我跟他们不熟 谁会给我讲这种八卦 我更加懵了 明明季寒住进来的第一天跟我说 这里的邻居人真好 还时不时的给我发他们 一起打牌的照片 我正欲开口 502在大群里发了消息 我想起来了 宋哥的主页是安指纹锁的 咱们这一栋的人家 都是谁让他装的指纹锁 有没有可能 刚才是他打开了302的门 我和季寒四目相对 脸色都难看得很 也对 刚才我根本没看到他敲门 反而是直接开了门 坏了 我和季寒同时喊出了声 我的指纹锁就是他装的 那时候他给我便宜了200块钱 为此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 而且刚才他进302之前的时候 曾盯着我们这边看了好久 下一个会不会 这时门口发出了低的一声 我和季寒同时开向门口 熟悉的声音响起 解锁成功 那一瞬间 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汗毛倒数 想抬脚 但怎么都抬不动 季寒反应比我快 给了我一巴掌 你愣着干嘛呢 抄家伙呀 我这才反应过来 捡起地上的刀 一阵风吹过 门发出枝哑的声音 外面黑曲曲的 什么都看不到 我紧张的不停的 在吞咽着口水 几分钟过去了 没有人进来 我紧绷的情绪得到缓解 抄起桌上的苹果就扔了出去 声控灯趴得亮起 但奇怪的是 外面空无一人 我和季寒对看了一眼 他冲我弩弩嘴 意思是他在前面 让我拿着刀在后面 我点点头 我俩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生怕宋哥突然冒出来 门顺利被关上的一瞬间 我俩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 随后将家里的沙发跟茶几 全都拖过来 死死地挡住了门 做完这一切 我俩气喘吁吁地躺在了地上 我靠刚才真给我吓死了 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叫命悬一线的滋味 季寒骂我没出息 我吃笑一声 你有出息 刚才都快吓哭了吧 他没接话 掏出我的手机 在群里发消息 刚才我们的门被打开了 但是那人没进来 你们最好都把门给顶住 403在群里开口 那看来这件事跟咱们没关系了 等着警察来就醒了 季寒爬起来 表情严肃地看着我 你不觉得 今天这件事很奇怪吗 我N了一声 是很奇怪 孙哥平时脾气很好的 好几次我们去跟物业吵架 气得骂娘 他都是最后那个 笑嘻嘻上去慢慢谈的人 今晚脾气急躁的 不像是同一个人 难道真让403说中了 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私事 季寒摇摇头 不只是他们 群里的其他人也很奇怪 他们一直说报警打不通电话 但是我打通了呀 你刚刚也听到了 警方那边说往这边来了 经季寒这么一提醒 我猛拍了下脑袋 对 怎么其他人都说报警没成功 偏偏季寒报警就有人接 还有501的小情侣 傍晚回家的时候 我分明看到他们 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回来的 手中还拎了不少酒 说今晚要不醉不归 孙哥杀死了那对小情侣 那些朋友去哪里了呢 孙哥是怎么进的501的家里 凭他一个人 怎么无声无息地杀死了两个人 还有 季寒 他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这些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时小群里再次有人发来消息 是502 那人在我的门外面 怎么办 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我还没活够 迟迟没怎么说话的102开口道 怕什么 我觉得403说的对 这件事跟咱们没啥关系 502毕竟是小姑娘 我也安慰着 对啊 你把门反锁好 刚刚他都打开我家门了 都没进来 我也觉得这件事跟咱们没关系 这时102突然给我发来了私信 你都知道了 403跟你说的吧 你的室友在你旁边吗 正巧季寒伸头往我这边看来 我下意识地把手机锁了平 怎么了 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看的 我笑得尴尬 之前追我那个同事 没啥大事 季寒起身往门口走去 我去窗口看看警察来了吗 怎么这样磨叽啊 走的时候 也将自己的手机也装进了口袋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明明在同一个空间 但我跟季寒好像在相互怀疑 我借口去厕所 打开了跟102的聊天记录 他没在 怎么了 对方回得很快 我没猜错的话 你室友应该没给你讲 前几天宋哥发生的那些事情吧 他不知道 也是403说了他才知道的 102输入了几分钟 最后发来了一句 他不知道 真是笑话 知道为什么开了你的门吗 前几天那件事 你的室友可是出了不少力呢 我这才知道 小情侣看见嫂子从302家里出来 这件事是季寒说的 他人比较直 看到事情就都会说出来的 在学校他就这样 102 但是那对小情侣说 自己从没有看到 嫂子从302出来过 你说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我的第一反应便是 季寒说谎了 我和季寒是大学同学 他在学校的时候就爱这样 喜欢把事情夸大 夸大到脱离事情原本的样子 你还没好啊 季寒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我下意识地删掉了 自己跟102的聊天记录 又等了几分钟 洋装肚子疼从厕所走了出去 季寒站在窗口位置 看着外面点点星光 警察还是没来 那语气没有半思着急 我脑海里一直回荡了 102说的最后一句话 403跟你室友 好像关系很密切 我总觉得你室友来这里 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看着眼前的季寒 无数个猜疑涌上心头 发什么呆呢 他在我面前挥了挥手 502的小姑娘说话了吗 他没事吧 我这才想起来 502从刚才就一直没在发言 敢忙 他 你没事吧 那人走了吗 等了半天 小姑娘一直没有回话 群里瞬间就炸了锅 季寒瞄着我的手机 小姑娘不会出事了吧 这怎么办 万一那个男人真的进去了 要不去看看呢 我小声呢喃着 想了想 还是在群里问道 你们都从猫眼往外看看 那人在你们楼层吗 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我们想去看看五楼那个小女孩 你们有一起去的吗 五楼的小李算是 我们这栋楼的楼宠 年纪小又是个小女孩 平时见面 都是哥哥姐姐的叫着 小姑娘是个护士 平时谁有个头头脑热的 他都愿意帮忙 上次403的大哥喝多酒 醉在了楼下的花坛里 是小姑娘下夜班回来碰到 把他拖了回来 403吐的哪哪都是 整栋楼都充斥着酒精味 也是小姑娘不嫌脏 一点点给打扫干净的 还有102的那些程序员 前段时间加班突发心梗 在群里呼救 也是他第一个冲过去的 我们总说 他眼里有着大学生的清澈和愚蠢 就连送哥死的那儿子 小姑娘也没少给他买吃的 还帮他辅导作业 大约是所有人都想到了 小李曾经对我们的帮助 纷纷开口说一起去看看 这时候小李在群里 发来了一条两秒钟的语音 我急忙点开 他沙哑的声音传来 就我 403的大哥首先开口 去看看咱们好几个人 难道还打不过一个人 小李平日里对咱们可相当好啊 102也附和着 我也去 我们火速制定好了方案 我跟其喊往二楼走 102的大哥从一楼上来 我们在二楼会合 一起去四楼找到403的大哥 然后拿着东西去五楼 水果刀就要往外冲 就在我开门的那一瞬 纪晗突然扯住了我的胳膊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从一开始 302就说让我们出去 好不容易挨到现在了 警察都快到了 咱们为了小李还是要出去 我愣了一下 细细想他说的也对 但我觉得 宋哥对咱们没有恶意 如果真的想杀我 刚才门都开了 他为什么不进来啊 提到宋哥 纪晗的脸上闪过的一丝惊慌 对我捕捉到了眼底 难道刚才一楼说的都是真的 纪晗在那出大型的伦理剧里面 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但很快他的神色又恢复如常 宋哥杀死对面和那对情侣的时候 根本没有给他们求救的机会 怎么偏偏到了502 就让他有求救的机会呢 我总觉得 有人在故意迎我们出去 我顿了几秒 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501的小姑娘毕竟对我有恩 我没办法坐视不管 说到底你是爱借助的 跟这些灵机也没有感情 要不你在家等着 我自己过去 他像是松了口气 那你自己去吧 注意安全 我点点头 走到门口 我突然回头 却看到纪晗正在低头拿手机 跟什么人发消息 那个头像有些眼熟 那我走了 你记得把门顶住 除非我开口 否则不管谁敲门 都坚决别开知道吗 我走出家门的一瞬 身后传来了反锁门的声音 纪晗死了 死在了我家里 门被撞开的时候 纪晗已经没了呼吸 我冷眼看着他躺在血泊里 全身布满了刀口 法医看过后道 人已经死了 一共被砍了18刀 刀刀避开要害 最后一刀是致命伤 听到死了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重重地舒了口气 然后杨庄被吓到 全身颤抖地躲在沙发上 脸色苍白 半小时前 我在二楼等102 等了很久他都没有出来 我给他发消息 也是石沉大海 403也是如此 不管我怎么发消息 语音狂诈都没人回应 我原以为他们是害怕了 故而在群里开骂 你俩好歹是男人 居然不出来 让我一个人去 既然不敢出来 就不要装英雄 太离谱了 可不管我怎么说 这两人就跟睡着了一样 没有回应 这时候五楼传来了 小李的尖叫声 我顾不上那么多 抓着水果刀 一步步地往上走 楼道里安静地 几乎能听到我的心跳声 声控灯伴随着我的脚步声 忽鸣忽暗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到了五楼 映入眼帘的 是空荡荡的走廊 根本没有小李说的血迹 我左右看了好久 确认外面没人 带着胆子上前 正准备敲门之际 楼下响起了痛苦的尖叫声 是女声 是季寒 第一声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他不小心撞到了哪里 但是尖叫声一直没有停下来 我也顾不上 是不是小李出了意外 三步并坐两步往下跑 当我喘着粗气开门的时候 季寒的叫声停止了 但门被东西堵住了 我不管怎么推都推不开 我拿出手机给季寒打电话 只响了一声就被接通了